大馬路邊長髮女子對著圓警發出尖銳叫聲 下一秒還把手機包包全摔在地 裡頭東西散落 整個人搖搖晃晃跌坐地上 圓警第一時間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在幾分鐘前 才要上前關心 女子卻一個右勾拳 扯住圓警的脖子和手臂 原來是警方獲報有名酒醉女子大鬧 隨即前來 沒想到對方不僅不配合 還多次用身體衝撞 更不斷大聲咆哮 事發在大直美麗華對面的大時代廣場 畫面中可以看到 零星女子原本正在超商內操作提款機 但疑似觸碰不良 她開始食禁浑身力氣狂按螢幕 還對著提款機怒吼 這時計程車還停在門口等她 後來警方抵達聞到明顯的酒氣 將這位83年次的 誠心女子先強制送醫 沒想到她的情緒再失控 直接朝圓警手部咬下去 整個過程被拍得一清二楚 警方的手部跟臉部都被抓傷 這下誠心女子後續還將被以妨害公務罪送辦 TVB的新聞 周一峰林亭 李學維 台北次郎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予告 VL VL VL